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Rico 今天这一课我们开始学习Fragment的另外一个知识点 我们来看思维导图 既然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理解了Fragment的一些作用 然后并且看到了它的一些使用 那么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Fragment的生命周期 因为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过 Fragment就像一个一个的小Activity一样 它拥有自己的UI布局 并且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所以你对了解Fragment的生命周期 对你在何时去使用Fragment 比如说你在它的什么时机去构建它的View 在什么时候去和它的这个 和它的这个所属的Activity去交换数据 那么这个你是需要去掌握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要点 所以第一个为什么要了解Fragment的生命周期 就是刚刚提到的 Fragment的生命周期就是在它整个这个 从诞生到消毁的这个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一个的时间点 这些时间点就是通过Fragment里面 重写它的一些方法来体现的 也就是说这些时间点是提供给我们编程人员 在它生命周期的不同时刻去植入我们的功能代码 那你必须像这个学习Activity一样 你要了解Activity在什么操作的时候 它位于什么情况 比如说它位于我们现在正在运行的状态 OK这个时候你是可以 比如说去刷新它的UI或者是怎么样 当它在后台的时候 你又应该做什么事情 当它这个销毁了以后 比如说你的线程更新 你就要停止等等的 所以这个Fragment是一样的 所以你必须了解它生命周期里面 不同时机会如何去体现 那么怎么去体现呢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们Fragment我们要使用它 我们就必须什么呢 我们必须重写它的Fragment附内提供的一些方法 这一方法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的时刻去掉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去创建你的代码 去植入你的代码 那前面我们是接触了一个生命时刻 这个生命时刻就是当一个Fragment这个对象 它去返回和关联一个它所属的UI的时候会掉 那么它在其他的情况还有没有呢 当然有 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幅图 那么这幅图呢 是从Fragment的那个官方网站上截下来的 大家也可以去这个谷歌的官网站上去看 好 那么第一个方法 attach这个方法 对吧 然后on create的方法 on create view 那你现在知道 在on create view前面还要掉这两个方法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on activity create 然后是on start on rescue好 然后这个时候这也有个绿色的标志 它说这个时候Fragment处于活动状态 然后当它这个on pass on stop 然后on destroy view on destroy on detach 这个最后它就销毁 那OK 在学习这个的时候 我们提出一个 怎么去掌握它 你怎么去自己去学呢 其实这个你可以仿照一下activity 那说白了 我现在就在 这个 比如说这个 我们上到题的first fragment里 我分别去把它的这些方法 挨着挨着自己重写 重写了以后 我们在它的每个方法里面去打一个日子 然后我们来启动我们的程序 我们操作我们的程序 看它在什么时候 被调用 那么你就能比较清楚的去了解它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加上在今天我们再把这些方法梳理一下 那你就比较清楚了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去实践 自己去实践 那OK 那我来写几个这个方法 我们来写一下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方法 那你要清楚这个方法在什么时候调 然后在这个方法里面往往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方法 unattached unattached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好 我们先把这个日子的这个东西我们先弄出来 static final final string tag 等于firstfragment.class class.getname 或者它的这个名字 好 好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图示里面第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干嘛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fragment都一定有自己所属的一个activity 对吧 像这个firstfragment它是活动在这个meanactivity的 那这个方法会在当你的这个fragment和和他所属的当这个fragment和他所属的activity连接的时候 什么叫连接就相当于我现在已经把你容纳进来了 在这个时候去调 所以这个官方的解释是什么呢 fragment连接到连接到它的复activities的调用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方法里面 这个方法里面有一个activity的一个方法参数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方法里面 你是可以获得它fullactivity的引用的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往往是这个什么呢 获得fullactivity引用 那就这个 所以在这里面呢 去可以去做一些 当你的这个fragment和activity连接的时候 你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生命周期的第一个 开始 第二个方法我们再看一下这个uncreate 在uncreateview之前 其实它有一个uncreate 那uncreate和uncreateview又有什么区别呢 好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uncreate uncreate这个方法 我们把这个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一下 好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创建这个fragment 创建这个fragment初始化用的 这个是创建你的fragment并初始化的时候调用的 所以这个 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去 写一下这个大概做什么东西呢 创建fragment并初始化 好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下面这个是加载一个view 前面已经说过多次了 fragment可以不要view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去调 只要是fragment创建以后就能初始化做的事情 你其实可以写在这儿的 说可以写在这儿的 那你学的时候 大家就这样去打印一下 logo.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essage 那么你就写一下这个方法 code 对吧 被调用 你去打印一下 这些 他的这些方法 下面这个 当然是uncreate方法被调用 好了 然后这个方法是 uncreateview 这个方法被调用 对吧 然后我们依照这个顺序 我们来看一下 这123 那createview呢 再简短的说一下 createview嘛 就是说 如果你的fragment 需要和它自身的UI绑定的时候 你需要返回一个 加载一个UI 如果没有呢 其实那个就是返回一个空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创建UI的 这个我们知道 好 我们再往下面走 下面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unactivity create 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个方法其实也 也很重要 这个方法也很重要 unactivity create 就在第四个位置 这个方法呢 是说 当你这个fragment 和你的activity 都被创建了以后 才会调用这个方法 我再说一次 这个方法是说 当fragment和它所属的activity 都被创建了以后 再会调用 那如 那这个方法你就知道 当你比如说 你有一个代码 你有一个代码 你是需要 又要调用这个fragment里面的一些空间 也需要activity里面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你想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代码 你的代码就应该在这个方法以后来写 因为如果没有activity和fragment都被创建了以后 你就去调一个代码 那有可能你去调用的时候 可能那个activity或者fragment都还没被创建 或者他们现在正在被初始化创建 所以那个时候你去写你的代码 那就肯定要错 所以这个是activity和fragment fragment都被创建的时候调用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位置才能去 只有他们两个确保了以后 你的代码才不会报错的情况下 你才会去写这个 好了 然后就到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这个他就开始on start 然后on rescue 这个就和那个activity很相像 对吧 on start on rescue 然后呢 他就处于一个活动状态 然后他会到on pass on stop 那这两这些方法在什么时候 当他这个fragment 随着他的这个activity处于现在 当前最上面的时候 就是当你是现在是属于当前活动状态的时候 那他们都会掉 那当你按home键 或者你是切到 把它降到后台了 那比如说activity已经turned了 然后你的这个activity已经在 不是站顶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 你的fragment会随着activity 这个时候会去pass跟stop 然后当你的这个activity 又会被切到最前台工作的时候 那你现在又start和on rescue 对吧 所以就是会这样 然后关于后面的destroyview 还有destroy 还有detach 这几个方法呢 是说比如说你把你的fragment 从你的activity上面去去除掉 我们不是有一个remove吗 就是说我们前面不是写了一个remove的这个 势力吗 对吧 我们把它从这个地方去除掉 好 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相应的方法会掉 那么这么多方法 我就不一一的一个一个的去取了 我希望大家把这些方法 按照我现在的这个写法 都一个个的去写 然后你通过一个日子的一个观察 来发现这些方法 哪些方法先掉 哪些方法后掉 哪些方法是掉一次的 哪些方法是掉多次的 对吧 反正这个例子我们也在这儿 你可以随时的去替换删除 然后你按home键把我们的这个立体切到后台去 然后一会又恢复等等 你多去操作一下 就跟你学activity一样 那么你自己去观察一下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其实就比较清楚它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运行情况 那么在这些时候你会去植入它相应的代码 所以这个我就希望大家自己有动手的能力 那么我只写了一二三四个方法 那么我们也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日子的打印 好吧 然后相应的东西 那我希望大家按照我的这个思路 自己去做 这个你有学activity的这个经验 那么你学这个应该是一样 应该是一样 这样才能自己锻炼到一些东西 我们把这个日子打开 我们看一下 lock it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方法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先连接 然后创建fragment firstfragment的对象 然后返回它的一个view 对吧 然后这个我没写 我没写 我这个没写 没打印日子 并且我还建议大家再按照我的一个思路去准 你甚至去把那个所对应的activity 有些方法 你也去打印一下 对吧 然后你就更清楚了 这两个如果一起的这个运行的时候 谁的先后是怎么回事 当然你这个先分两步来做 先单纯的看fragment的整个生命周期 然后再把这个activity的一些方法 把它写出来 去打印去画 去看一下 所以这个我们再 我们再试一次 我们再试一次 这四个方法 是不是我刚刚说的那样掉 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这有了 就出来 看一下 对吧 连接创建 创建视图 activity 剩下的就留给今天的作用 自己去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后面编程的时候 也会在这些方法中 去写我们的一些功能 在后面我们再来强化一些 这个生命周期这些方法的一些使用 我们下期课再见